我想刚才聆听了各位委员的高见 其实也很有感触 特别是前面这个中委员提到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 我觉得也不得不 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因为中委员刚才一直认为说 好像 我觉得可以请中委员回去看一下 赖清德总统当选人最近讲的一句话 那当然其实因为我一来的时候 刚好听到这个吴思耀委员在讲到说 明朗版本已经提出来了一些很完整的做法 我是蛮期待的 结果我刚才看了一下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学者专家 在座的各位大家好 线上在收看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刚才聆听了 各位委员的高见 其实也很有感触 那特别是前面这个中委员提到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 也 我觉得也不得不 忍不住要说几句话了 因为中委员刚才一直认为说 好像 在野党推国会改革 会导致 是导致民意 是导致满意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是不是 我觉得可以请中委员回去看一下 赖清德总统当选人最近讲的一句话 很多政策提出来的时候 可能大家 并不是非常能够接受 但是时间久了 你就知道它的价值 所以很多事情也许我们需要花长一点的时间去看 它对我们这个社会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那当然其实因为我一来的时候 刚好听到这个吴思雅委员在讲到说民进党版本已经提出来了一些很完整的做法 我是蛮期待的 结果我刚才看了一下书面资料 没有看到民进党的版本 有谈到所谓国会调查权的部分 我记得我在这个版本在书面资料里头 其他的这个委员能够提出一个相应的版本 我相信有一个版本大家是比较容易去讨论 也比较能够所谓达成 所谓形成社会共识这样子一个目标 好 那我觉得其实 我也很感谢刚才这个几位委员的发言 因为事实上有谈到一些想法 我觉得我想要先回应一下 所谓立法委员的社会形象不佳 所以立法委员不能够被赋予太多的权利 这样子一个讲法正确吗 这样一个讲法正确吗 其实我想不管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机关 都有可能有被社会信赖的人来执掌 或者被社会 不被社会信赖的人来执掌 但是一个机关被社会所信赖的人来执掌 或者不被社会所信赖的人来执掌 并不是决定我们要给这个机关多大权力的一个原因 因为制度它就是一个超越人的 制度它就是一个可以有自己的生命 而去使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走得更健全 那事实上我想在座很多我们有法律人都读过这个联邦论 联邦论有一句话讲说 人如果是天使组成的我们就不需要政府 政府如果是天使组成的我们就不需要分权制衡 正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天使我们都有缺点 所以我们知道一旦我们进了那个位置上 在这个政治的场域里头我们就需要有分权制衡这件事情 今天所谈的国会改革 它的一个核心的使命就是要分权制衡 就是要让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能够发挥分权制衡的效果 那为什么分权制衡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分权制衡 我只讲一点非常关键的事情 就是今天的行政跟立法权力极度的不均衡 极度的不平衡 立法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制衡这个行政部门 在我们根据我们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行政要向立法负责 但是请问我们的行政院有向立法院负责吗 好当然这个问题也许比较抽象 我就从制度的条文来跟大家报告 在我们在修宪的时候 1997年修宪的时候 那个时候只要翻开的相关的资料都知道 当时的政府的设计的原型 是法国第五共和的所谓的双首长制或者半总统制 那么在半总统制的法国 他的行政 他的总理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行政院长 他在就职的时候 他是要向国会来提出所谓的信任案 也就是说根据他的施政报告 施政计划来向国会提出信任案 法国的国会也可以 也可以这个向总理向行政部门提出不信任案 但是我们现在的行政院 行政院长任命之后 并没有这个宪法上的义务 向国会提出一个信任案 也就是我们国会没有机会去对这个行政院长表达 我们国会是不是接受这样子的一位行政院长 再说一个跟我们情况相似的国家叫做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有很多人认为它是总统制 也有些人认为它是半总统制 当然根据我们民进党的一些先进 包括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都曾经说过 中华民国是总统制 虽然我个人不接受 但是如果有人把有总理的大韩民国当做总统制 那你好吧 你说那我们中华民国也可以用总统制去想象它 那应该它是可以去参照大韩民国 那韩国的总理是需要国会同意的 韩国的总理任命是需要国会同意的 韩国的国会是可以经由三分之一的提议 办数的决定去建议总统更换总理 或者他的内阁的部会首长 我们的立法院有这项职权吗 没有 所以你不管是你是比照法国的第五共和 或是你比照韩国一个半总统制 一个有总理的总统制 两者其实国会都有相当的权限 而这些在我们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都没有 你怎么能说我们的立法院是有足够的权力去实践 所谓分权制衡的一个宪政的理念呢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国会改革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总统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 那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在我们今天谈国情报告重要的意义是 今天是三党不过半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国会通过办数 超过办数 那这个是一个最新民意的展现 这个民意展现就是要 政党之间要合作 民众希望人民希望政党之间要合作 不能够在零和的竞争 不能在你死我活 所以像文在寅总统 韩国的文在寅总统 他在任的时候经常去国会报告 那他的一个理念就认为说 因为他的政党没有取得国会多数 所以他需要跟在野党合作 所以到国会来报告的目的 是要争取在野党的合作 让政务能够顺利的推动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两个重要的精神 一个分权制衡 一个朝野 一个政党合作 好 那么如果根据这两个精神 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所谓的总统的国情报告呢 我这里头有一个大胆的建议 因为在这里头 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提纲里头讨论的是说 到底是不是要怎么样回答 总统进行国情报告之后 要怎么样回答 要急问急答 要统问统答 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当然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 国会对于总统的报告 可以做什么事情 不管是急问急答 或者统问统答 其实它都是一个附带的功能 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功能 因为总统并不向国会负责 是行政院长要向国会负责 所以总统我认为如果要总统 不管是急问急答 统问统答 它都可能会模糊了这样子一个宪政的设计 虽然统问统答是可行的 但是急问急答或者要求总统向国会负责 这是违背我们的宪政设计 可是我认为国会可以做什么事情 相反的 我认为国会可以在总统报告之后进行投票 进行辩论跟投票 法国的第五共和宪法在2008年修宪之后 它是有允许国会议员在总统国情报告之后 进行辩论 原来马克宏总统希望修宪 让总统也能够参与在这个辩论 但是修宪没有过 当然这个也是蛮吊诡的一件事情 我想如果在台湾也许大家都会同意 可是我认为从宪政设计的角度来说 我反而觉得应该去有一个投票机制 立法委员到底赞不赞同总统的这个报告 为什么 因为目前立法委员没有机会对于行政院长是不是信任 是不是获得国会的信任来进行投票 没有这个机制 所以如果我们的国会总统国情报告的设计 是在新内阁任命之后 邀请总统来进行报告 对于总统报告的内容来进行投票 那么就形同是对于总统任命的格魁 来进行一个信任投票 它是没有拘束力的 它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宪政设计上是具有拘束力 但是它有可能可以创造一种政治上的一种压力 会让民众会让政府让总统知道 国会对于这个行政院长的想法如何 让总统必须要在这个行政院 以及内阁的任命过程里头 去跟在野党寻求合作沟通 在他的未来的施政计划上 要寻求更多在野党的支持 我认为这个极致的重点是在这里 当然这个想法并不是非常的成熟 但我希望各位这个专家学者也好 立法委员也好 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思考的起点 也就是我刚才向各位报告的 因为我们的国会 并没有法国第五共和的国会 所拥有的一个所谓要求总理对总理就职的时候 进行信任投票 我们也没有韩国国会要求总理任命的时候 可以进行同意权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国会有相对的宪政上 有相对宪政跟法律上的武器 能够迫使我们宪法上规定 行政向立法负责的这一个条文 能够真正落实 我认为是我们今天在思考国情资文里头 所应该考虑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那么当然今天因为提纲很多 我想关于调查权 我就只简短地讲到一点 调查权的确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里头当然因为基于这个 市自这个325号 这个585号的这个解释案 解释文都已经确认了 立法院是有调查权 虽然立法院的调查权 有人的有学界的说法 认为是一个不完整的调查权 但立法院的确是有调查权 所以对于立法院的调查权的规范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头包括什么 就是立法院通过什么样的程序 可以去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可以持续 可以存在多久 六个月或者是直到这个院会结束 这一期的任期结束 调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因为现在是说 根据这个大法官的解释是说 必须要符合立法院的职权范围 那么到底什么是所谓立法院的职权范围 那么以及其他一些复杂的问题 包括调查委员会 可不可以跟调查委员会进行的时候 如果被调查的事项同时开启了所谓的这个 同时开启了司法程序 调查委员会的这个程序 可不可以继续进行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的过程 是不是可以到行政机关去进行访视 这个访视对于行政机关会带来什么 是要刻意什么样的义务 还是它是一个自愿性质的 那么以及包括刚才所提到的保密的问题 我不认为保密是一个 阻缺调查权的一个理由 但是的确可以在这方面作为 做一些规范 包括说不只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也可能涉及到个人权利侵犯的问题 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进一步去规范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 这些问题来看的话 可能我们需要一步单独的法律 来处理国会调查权的行使 而不是把它放在 所谓目前的立法院职权行使办法里头 我觉得这个 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这涉及到我们会不会一个 我们能不能够拥有一个有牙齿的老虎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说 有了牙齿就是对的 而是这个牙齿能够真的把坏人咬住 不会伤到好人 虽然好人跟坏人 可能是一个过度简单的讲法 但最起码他应该被如此期许 好我想我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谢谢卓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请黄世杰律师发言 谢谢